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过的是非常的长 从2020天灭中共 我个人就这么讲 咱们就这么讲过来了 过去的七个月 比以往时间大概三四年 出的事都多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磨难 难过诸鼠年 这是一年 难过诸鼠年的一年里面的故事 应对出来蛮有趣的 我给举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这个孟晚舟是属鼠的 这个唐娟 刚刚出事的唐娟属猪的 他们俩应在了猪鼠年上 我当时查过 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习近平绕不出女人去 习近平绕不出女人 他应对的天象是阴阳反背 唐娟呢 他有趣在哪呢 就是他出的事太蹊跷 太具有代表性 呃 星期六的时候 他 他因为他没有钱雇佣律师 所以是美国政府给他派 免费派的律师 他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工作者 那他是政府派的 他就不会跟他有任何 什么保密协议没有 我巴拉巴巴巴拉就给说出来了 他是公派 他住在了戴威斯学院的公寓 那学院里的公寓都比较贵 所以他是公派的 因为呢 是照顾他的生活 那他出来的时候要获得签证 他就不能是军人 他也不能是党员 所以在在他的申请表格中 他就写了不了 对不对 那美国五月份他就来了 他带着个孩子 那五月份川普总统颁布了行政命令 那大概涉及到三千多人 所有与中国军队有关系的院校的留学生都要吊销签证 驱出出境 那美国政府FBI只过执行美国总统的这一项行政命令 就查那些有着军校背景的人 查他们的签证 在查他们的签证的过程中 意识到他们造假了 那查签证 如果他没造假 驱出出境就完了 不会给他判刑的 就是说他一点都没造假 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 来了到美国去了 北京工业大学或者是哈工大 你可以不是军人来的 但是在美国的单子当中是不允许的 所以就可能限你七天72小时之内离境 对吧 你的签证在给你改了签证 只有三天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你不是军人 你的履历没有造假 唐娟很显然在查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他造假 发现他造假 然后就开始FBI的人嘛 他一定带着法庭的这个这个手艺了 所以就查了他的房子 一查他房子 东西就出来了 东西一出来 因为他原因就是 查到了他一个申请表 他的申请表向第四军医大 去申请政府的补贴 他是公费的 那申请表查着 那他就惨了 所以他是引发出来的麻烦 那这种引发的麻烦 在今天的北美社会大笔大笔的 造假太多了 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烂调的社会 而大陆人在共产党的影响下 很多都烂调 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他不愿意循规道具 对不对 他在肉上一定是争强的 那他出事就出在这了 所以在当时20号的时候 那美国人就把他的签证跟护照 就给没收了 FBI就给留了 那他就遭到了冲撞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就进了领事馆了 当然了 从检察官的角度来讲 说他要跑 结果他在领事馆 从6月20号左右进入领事馆 一直到7月23号 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名 他说他不知道 因为他的护照被政府没收 所以到领事馆寻求领事帮助 是这么讲述的 人故事是这么讲的 7月23号 FBI的人拿着逮捕令 到了这个美国 到了中共旧金山的领事馆 因为他要抓人嘛 但是领事馆他不能进 但是他可以接洽 这件事我得通知你 所以就递进了状子 递进了这个逮捕令 这个时候 唐娟才知道自己 可能被判10年 和罚款25万 那其实在他之前呢 有他的同事宋琛 宋琛在他之前已经被关押了 而且是同样的状况 显然 唐娟在领事馆里面 消息是被封锁的 他要知道宋琛的结果 他应该知道他自己 对吧 所以他没有料到 然后那当然FBI的人进不去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的律师讲 他本来想自己出来 走出领事馆 投降就完了 但是呢 又说他精神崩溃了 谢斯底里 失控 嚎啕大哭 那出现了哮喘 喘不过来气 结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领事馆的人 把他送到了医院 送到医院 一出领事馆 FBI就可以抓他 那我相信 那在当时的情况 他就 他就意识到 他带着他女儿呢 他跟他女儿要分开 他才意识到自己 遇到了大麻烦 这是相当悲剧的 也相当真实的 另外一个外交事宜 刚刚发生了 星期六 香港政府通缉了 六名海外香港人 涉嫌煽动分裂 危害国家安全罪 被港府通缉 这个是郑文杰 是被共产党 以嫖娼之罪 当时在深圳 关了大概几个月 他是英国 驻香港领事馆的 这个当地的职员 在关了几个月 说他是嫖娼的背景之下 他从香港 离开香港 到了英国 在英国寻求了政治避难 那英国接受了他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旁边这是罗冠聪 在国安法出来之前 他离开了 他们是反中共的 那他们就变成了 分裂祖国的 分裂中共的罪名 共产党就是 分裂国家之罪名 当时的消息 香港警方还没有报道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 在31号晚上的新闻里 已经直接播出了 那目的是给国人宣传的 给中共国人宣传的 对吧 分裂国家 你就该杀 所以国家杀人的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杀人的 不是服务于人的 当年的魁北克省 全省公投 是否跟加拿大分出去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 就得往魁北克扔原子弹 把他们全杀了 当年的英国的北阿尔兰 能够提出公投 要拖出英联邦 习近平的道理 要用原子弹 把北阿尔兰全杀了 他的邪恶 他的无知 他的那种龌龊 在现实的环境中 人的环境中 比比皆是 但他可以在 今天的中国环境中 在今天的国人的思想中 就可以大行其道 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的 今天的中国人 信神的底线太低 当他不懂得 真正信神的时候 他就不懂得人的尊严 他只有这张臭脸 他的脸面胜过一切 但他对尊严毫无认知 罗冠聪 郑文杰 朱牧民 和这个本土民主前线的 前召集人黄台阳 香港独立联盟的召集人 陈家居 学生动员的前成员刘康 他们现在身在美国 英国跟德国 刘康跟陈家居 应该是 及早的就已经逃到德国 他们在德国 也已经获得了身份 就是难民的身份 他们是最早获得难民的身份 他们逃出去的时间 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逃出去了 但比较突出的 就是朱牧民 朱牧民是美国公民 是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身份 所以当他通缉美国公民的时候 他对BBC讲说 如果我被当成目标 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成为国安法的目标 我觉得他不是所有美国人了 那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似的 港版国安法 习近平利用一条法律 成为了全世界70亿人的主子 共产党利用这条法律 成为了骑在70亿人的头上的魔鬼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真正用港版国安法 通缉六个人 这六个人包括一个美国人 来具体实施 向全世界人耀武扬威 我可以杀了你们以法律的名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